而国民党在2026新北市长谁来接棒呢 传出党内大佬不断的劝禁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而李四川本人则是在脸书发出了一张新字的石头罩 还写下顺其自然这引发了联想 而今天台北市长蒋娃帮忙解释说这颗放心石的典故 但是也传出如果李四川不选新北市长的话 那么蓝营可能会改推林一华披挂上阵 备战双北市壮运蒋娃找来江洪杰特训 最后的项目就是一定要帅 正反拍杀球都不是问题 市长亲自拍影片宣传 隔壁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力邀组队参赛 但2026双北市长选战 蒋娃势必得找别人搭档 党内大佬包含王金平在内近期纷纷立选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来接棒 他也PO出一个新字大石 写下了放心顺其自然 他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去跟佛祖参拜 佛祖说你还没有放下 是因为你的心中间要放下 其实这颗放心石的典故事在讲人生修为 中间那一点放在下面才叫放心 放得下是最难的 但这到底选不选 我觉得很有残疑 很有道理 我需要好好的来拒绝玩味思考一下 传出如果李四川坚持不选新北市长 地方人士也有备案 瞄准另外一位副手林亦华 文教背景又是女性 相当适合出马对决苏巧慧 没有听到这个讯息 不过我们全心全力协助蒋市长推动台北市政 动我一个副市长还不够 还要动我另外一个副市长 我们师傅团队大家非常的困结 有效的经历 我们都持续在努力的推动台北市政 毕竟第三位副市长 宣缺将近一年都没补齐 先顾好眼前也才有2026 记住欢迎萧瑞生台北斗